靖茹 好曬喔 來了滿久了吧 來了滿久了吧 來了滿久啊 就踩完整個就是 Full Rehearsal 踩完了 像我上次其實我去妳的演唱會 我覺得妳唱歌好像在CD裡頭 播出來一樣 真的沒有什麼瑕疵的耶 那個唱功是怎樣練就的 我爸爸教我的 平常也需要多練習對不對 就從小啊 自己在家就很愛唱歌嘛 然後爸爸教媽媽 然後再來就是也是 譬如說那種家族聚會 我阿姨啊表哥他們 全部都會一起唱歌 那我覺得就是要多練習 他懂得過生活 他很就是 昨天我們去超市啊 哇他買了就是 我買了兩罐東西喔 他買了兩大包東西 就很多 然後他會在家裡煮飯給我吃啊 有時候叫我過去吃飯 他最厲害就是帶很多 那種馬來西亞的材料 因為其實台灣有時候你就要煮 你未必可以煮到馬來西亞的味道 譬如說你的醬油的味道不一樣 然後我們會有一些公語材啊 這些東西可能台灣找不到 但是他每次就是會帶很多 然後那天還被我們 偷了一大包回家這樣 所以他還滿 就煮菜還滿好吃的 我覺得有他真的很好 因為有時候他知道我一個人住 然後他會 他很喜歡下廚嘛 他有時候知道我一個人住 然後每次我 又知道我吃東西比較偏食 他就會煮一些東西 然後譬如說煲湯 然後我們有時候 是共同的化妝師 他就請化妝師 把那個雞湯拿給我 所以會覺得很窩心 靜如身邊的朋友都異口同聲地說 她是一個百分百的家居小女人 很喜歡把家的溫暖帶給其他人 那我不確定 這是否和她來自一個 單親家庭的背景有關係 但是生於馬來西亞森美蘭州的梁靜如啊 確實在她年僅18歲的時候 就得承受失去父親的悲痛 那父親其實是因為癌症嘛對不對 對對對 他那個這邊就是鼻子的部分 鼻咽喉啊 鼻咽喉 他走的那天你還記得嗎 記得啊 我們都在身邊 不過我覺得我爸爸啊 他是一個很 很疼愛我媽媽 很重感情的一個男生 所以當我看到他最後那一幕 他牽起我媽媽的手 在這個手被親吻了一下 才走 我看到這一幕 我看到這一幕 我就覺得說 其實我很相信愛情的 所以爸爸走了 但是我也看到我媽媽的那個勇敢 他就是那時候就工作啊 然後帶著我們三個小孩 然後就是這樣子 我們畢業了 然後就是很獨立的支撐整個家庭 不容易吧那個日子 不容易 其實我很佩服我媽媽 包括我來到台灣之後 那一年我弟弟還在念書 他也是自己就是咬著牙就過了 咬著牙 今天在樂壇人氣當紅不亂的梁靜茹 其實早在年幼時 就有機會簽約當一名童星 可是後來呢 卻因為母親的反對而不了了之 我爸爸呢是有這個想法 但是我媽媽一開始就阻止了 就是因為那時候我還很小 我記得是小學六年級 就有很多那個童星啊 常常被簽然後當童星 然後假日的時候 都是去跑場唱歌什麼的 那時候我爸爸有一個朋友 就是做音樂的嘛 就想要幫我出專輯 對 然後我媽媽就反對 因為她覺得說 還是要讓我長大後 比較懂事自己去選擇 這樣子 可是媽媽很怪耶 她只希望妳當什麼 銀行櫃台小姐 她希望我有一個很那個 很正規的工作 因為她覺得女孩子 就是要有女生的樣子 那譬如說 小時候她會幫我 留長髮打扮啊 然後希望我念書 就好好的念一個會計啊 什麼的 然後去當那個銀行員 或者是當秘書 這樣子就好了 那小時候的她是怎樣的啊 很好笑的 因為妳眼睛厚 眼睛厚厚的囉 然後瘦小小隻 然後每次都 看不到人家 妳的近視嘛 然後很聽話的囉 叫做什麼就做 洗碗來就洗 煮飯來就煮 然後很乖很乖的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